各位同學好 我們來看這個鑄坡的頻率的題目 這也是我們弦樂器和管樂器它的原理 那首先呢 如果是兩端固定的弦 兩端固定的弦 把這個弦做震動的話 它的坡會到左邊到右邊 在左右兩端來回的反射 那同學如果觀察這個弦 你就可以看到它會有這樣的一個形狀 就是它的坡形會長這樣 它會再來來回回的上下震盪 鑄坡 那這也是一個半坡長的形狀 因為整個坡長是坡風坡谷 那這個半坡長呢 在這個情況下 剛好就會等於顯場 所以這種情況叫做 基因或是基頻 最低音頻 那如果增加震動的頻率的話 增加震動的頻率 它下一個會形成鑄坡的頻率是 是長這樣 下一個形成鑄坡的坡長 或說 允許形成鑄坡的坡長 是下面這張圖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呢 它是兩個半坡長 然後等於顯場 那猜猜看 下一個允許的鑄坡條件是什麼呢 第一個的話是 一倍的半坡長等於顯場 第二個的話是 兩倍的半坡長等於顯場 那第三個的話就是 三倍的半坡長等於顯場 所以就會產生下面這樣的一個 通勢 通解 就是半坡長的整數倍 就會等於顯場 N等於123整數 點點點 那我們想要知道的是頻率啊 允許的頻率 或者說 它會把哪些頻率放大 它其實 所謂的鑄坡是 能量停留在那個 這兩個牆的範圍 停留在這條弦上 只有震動的動能和衛能在相互轉換 但實際上 它撞到牆並不是完美的反彈 有一些能量會露出去 那還有這些空氣啊 也會被震動 所以能量還是會有耗損 只是呢 會形成鑄坡的這部分 的頻率 它會被放大 它會被 形成鑄坡 震盪越來越劇烈之後 放大之後 再傳出來 所以就會聽到這些 某些頻率會特別明顯 這有點像是能量的分配 能量分配到某些頻率 分配的 某些頻率分配的多 某些頻率分配的少 這樣子 所以 總之呢 就是 我們想要知道的是 這條弦它可以發出哪些 主要的頻率 哪些頻率會是比較容易發生的 就是比較容易承認鑄坡的 所以 我們就把這個四值 等號左右 同乘於 頻率F 那 波長乘上頻率 不就是波數嗎 所以 左邊變成了 二分之波數乘上整數倍 右邊變成了 頻率乘上 顯長 所以 最後 得到的 頻率就是 二分之 二L分之V的整數倍 那 當 當這個 N等於1的時候 那就是所謂的 基因基頻 那就是 2L分之V 這樣子 那N等於2的話 就是 第二諧音 或稱為第一犯音 N等於3的話就是 第三諧音 或稱為第二犯音 好 這個我們之後 再說 所以 總之呢 我們這樣就可以做這題了 A選項呢 弦振動的基頻是 132嗎 題目已經說了 它最低音頻就是 264 264 所以 意思就是 N等於1的時候 這個值就會等於264 N等於2就會 264的兩倍 N等於3 就是264的三倍 所以 頻率不會低於264 所以 A選項就是錯的 所以 A選項就是錯的 再來 B選項 基頻震動的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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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頻發生的時候 它的 柱坡坡形長這樣 也就是說 半波長的一倍 是等於 顯場 顯場今天是1.5 所以 所以整個波長就會是3 好 那在C選項呢 音頻越高 前波波長 越長 這可以從 v等於 λf 看出來 因為今天是同一條 繩子 所以 v是固定的 那 v固定的話 頻率高 那 波長 就會短 這可以 自己做實驗 在水 游泳的時候 的水波 你如果震動的快 水波會變短 如果你震動的慢 水波會變長 所以 C是錯的 應該是變短 才對 珠 弦 可以產生頻率 528赫茲的升波嗎 那就要看 528赫茲 是不是可以整除 他的基頻 所以 528 去除上 他的基頻 264 剛好是兩倍 所以是整數倍 沒有錯 所以 就相當於是 n等於2 也就是說 是 第一犯 第一犯音 或是第二諧音 就是 頻率528赫茲 所以 珠是對的 也就是n等於2的情況 再來 一選項 弦用基頻震動的時候 產生的波數是 波的波數是多少 那也蠻容易的 這個我們就 可以用 然後 v-f lambda 去算 那 首先 我們已經從 他是說 基頻 所以 我們就可以 帶 基頻的波長 還有 基頻的頻率 去算 基頻的波數 所以 所以 透過 v 等於 λf 波長 是3 那 頻率是 波長是3 頻率是 26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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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跟空气这个气体传播声音的速度不一样 所以虽然算出来数字是对的 但不是他要的答案 这算是一个陷阱吧 所以答案就只有珠 好谢谢